近日袁冰岩做完美容独自出门 只见他身穿粉色毛绒外套 随后乘车前往某餐厅 在门口做完登记后 他便和司机一起上楼聚餐 但没过多久 袁冰岩就冲出来 而司机紧随其后上去拉住他 但两人没聊几句 袁冰岩就挣脱司机继续向前走 司机没有继续跟上 很快好友过来追上袁冰岩 然后搂住他说话 袁冰岩同样还是挣脱了对方 无奈好友只好跟着他默默向前走 过了一会儿才再次上去搂住他 而袁冰岩此时也打开话匣子 开始比划着手势和好友说话 接着两人停在某处闲聊起来 袁冰岩说完就耐心听着好友发言 但不知说到什么 他又开始比划着手势 皱着眉头看起来情绪有些激动 之后两人在那处聊了一个多小时 最终袁冰岩还是和好友上车离开了 好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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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